1995年的7月 年仅21岁的波赫女孩德弗拉 怀着三个月的身孕 却惨遭士兵下药 被绑在桌上性侵折磨 整整三天 三天之后她浑身是伤 挤上一辆塞满难民的巴士离开 她的未婚夫惨遭杀害 之后孩子也没有能保住 26年过去 德弗拉终于鼓起勇气 生平第一次说出她的悲惨遭遇 讲到伤心处忍不住戳其流泪 在这场二战后 欧洲最严重的屠杀 后来被定义为种族灭绝的 雪布尼查大屠杀当中 德弗拉的故事只是 冰山一角 大家好我是范细飞 欢迎收看范细飞的《特地看世界》 要解释这场屠杀的恩怨情仇 我们得从南斯拉夫说起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位于意大利东边的巴尔干半岛 是在二战后 由六个国家加盟组成 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当地的语言宗教民族文化非常的多元 大家能够和平相处靠的是领袖 迪托的威权管控跟政治手腕 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里面 南斯拉夫算是很富足的国家 不过1980年迪托过世之后 南斯拉夫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种境 开始出现分离的声音 1991年斯洛维尼亚跟克罗爱西亚同时宣布独立 以波士尼亚人为主的波赫也在1992年就宣布独立 但波赫竟呢有三成的赛族人口坚决反对波赫的独立 就在波赫境内成立了一个赛族共和国 要知道在这样一个种族混合的地方一下子要分家哪里分得清楚 于是波士尼亚战争就爆发了 但因为赛族人掌握了雄厚的资源 军队武器都相对的精良 就用各种方式来碾压波士尼亚人 这中间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就是雪布尼查大屠杀 雪布尼查很靠近波赛的边界 当时赛族人逼波士尼亚人搅出武器滚出城镇 但军民不肯双方就发生了几次战争 1993年的4月 联合国把这座城市化为安全区域 也就是大家都不能攻打的地方 但赛族人无视这个决议 在1995年的7月6日对波军展开攻击 几天之后当时驻扎在当地的联合国 荷兰维和部队总部一早醒来 发现营区的门口密密麻麻 聚集了2万多名波士尼亚人难民寻求保护 但荷兰士兵只有大约400人根本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赛族人开始屠杀居民 根据幸存者的描述 当地的成年男性跟男童大多被割喉斩首处死 妇女则是被性侵凌虐 连9岁的女童都不放过 当时还有一万多名居民在逃离途中被递来炸死 遭到化学武器的袭击 出现幻觉迷路或自相残杀 还有许多人被俘虏或枪杀 被俘的人则是被集中在一起大规模处决 根据统计这场大毒杀 共杀死至少8000名男性 赛族人还用推土机把尸体推进乱脏缸掩埋毁尸灭机 一个月后美国拍到的卫星照片显示当地可能有万人种 接着美国记者实地走访调查 终于让大屠杀扶上台面 学布尼查大屠杀及接下来赛族进行的无差别空袭屏林 终于让北约大规模介入打败了赛族 并在1995年结束战事 2004年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 将此次针对男性的屠杀定调为种族灭绝 2007年国际法庭也维持了这项裁决 之后几年荷兰最高法院跟海牙地区法院也裁定了 荷兰政府没有能采取足够的措施导致数百人死亡 荷兰维和人员的不作为让2002年时任总理克克引咎辞职 有研究指出在散族屠杀的时候 年轻的荷兰维和士兵见过这个阵仗吓都吓死了 再加上携带了武器跟装备都不够 弹药、食物跟医疗用品全都严重短缺 加上城镇又被赛族人包围物资无法补充 种种因素都让荷兰士兵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涉案人士陆续被捕 遭到起诉定罪 赛族共和国的前总统卡拉继奇 2016年因为种族灭绝罪、战争罪跟反人类罪 被判处40年监禁 2019年上诉被驳回改判终身监禁 而当时的赛族共和国军队参谋长穆拉迪奇 则因为暴行获得了一个封号叫做波士尼亚屠夫 2017年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就在今年6月8号 穆拉迪奇上诉被驳回 他还很不满 骂国际法院被西方列强牵着鼻子走 还声称自己离该城镇很远 有不在场证明 这个判决让很多人觉得一吐怨气 包括一口气失去了23个家族成员的幸存者森索 利明失去22名家人的幸存者穆尼拉 在事发9年之后才终于找到她丈夫的遗骨重新埋葬 而当年20岁的儿子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穆尼拉的遭遇并非特例 26年过去当地人还在努力拼凑亲人的遗骸 透过法医协助跟DNA的比对确认死者的身份 并且在7月11日屠杀纪念日当天重新下葬 目前已经比对出大约7000人的身份 更残忍的是赛族曾经转移过这几千具遗体 试图让外界认为受害者并没有那么多 导致许多罹难者的遗体四散各处 没找了一部分就会通知一次 这些家属接到好几次电话 这真的是外界难以想象的悲剧 尽管这场种族灭绝是国际认证 但包括塞尔维亚政府跟波士尼亚的赛族官员 至今仍在努力淡化或是否认这项罪名 2013年当时的塞尔维亚总统 曾经为当地发生的罪行道歉 但拒绝称之为种族灭绝 并为前塞族共和国总统多迪克也一再宣称 大屠杀不能被贴上种族灭绝的标签 说这是20世纪最大的骗局 塞拉耶佛大学教授贝希·雷维奇研究指出 一直到今天这样的否认以及对战犯的美化 还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媒体法律跟教育体系当中 怀疑范围从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大屠杀 到这算不算种族灭绝呢 真的有这么多人死掉吗 再到死掉的人到底算是战死还是被屠杀 甚至有人认为明明就有留下妇女跟孩童 自算哪门子的种族灭绝啊 我一直认为诚实面对历史是为了让同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如今的巴尔干半岛还是跟战前一样是个多种族多文化混屈的地方 但如果塞族人始终不肯承认这项罪行 你认为真正的大和解是有可能发生的吗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要每天把重要的新闻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ght Today国际栏目里面就有我们所有的报导 范细北的Today看世界天天问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一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